就是一个来找我 好来我就来看 将近3000个file 我也看不懂 韩文英文这些东西 我怎么知道 潜舰的图有的 确实是有 潜舰资料外洩到韩国去 前海军舰长黄真辉表示 蓝尾马文军收到民众诚情 却是带了洋洋洒洒资料给他看 他只是说这是一个韩国人 来找他检举 那你所说哪个案子吗 被人家欺负吗 潜舰国造啊 一下子说看不懂图 一下又清楚明白 这是潜舰国造 说法显得反复 但随着外流到韩国的英党 黄真辉直言 持顾问有问题 持顾问你可以看得出来 他把所有在这个里面 跟他讲过话的音 大概都录了 这个是这个人的习惯 看完之后 委员的确会问我说 那你觉得有什么建议 我只有一个建议 这个持顾问要离开这个团队 因为他品德 操守通通有问题 如果他接后面七招 他将来的所有所作所为机密 他会卖给对方 马文君是否涉嫌泄密罪 高检署介入调查 而且海军顾问郭喜直言 别再产斗 他说只有录音档 因为我已经把所有人证 物证都准备好了 再等高检署传我 这一场战役可以结束了 不要再产斗了 你要有勇气认输啊 你已经是自己承认 你做了这些事嘛 如果马文君现在辞去立法委员 我就一定退选 马文君身为我国国会议员 这些国防资料涉及国造前见 不管是图文录音档 未来是否会被列为机密资料 流到了韩国去 是否涉及泄密 情感面恐怕很难说服国人接受 三连兄弟郭思文 因为国人台报道 把海蓝ikle发ad完 一路 粋 把海蓝 蘇以外 然 亏